有什么人会容易缺乏维他命B12的? 第一,也是最最最 common的 就是很严格的执行纯素饮食 不是一般的素食 即是蛋奶也不吃 纯素饮食 这是最大风险的 我有个朋友 他相信吃的东西应该要充满爱和光 而吃肉就像吃腐尸 所以很多年来他很瘦皮包骨 而且皮肤也有点黄 我印象不太记得他眼睛有没有黄 但他经常都很累很累很没精神 而且出现了焦虑症、抑郁症、愚视等等 但我虽然认识 但我也不能失机无神走 他跟他说 喂 我觉得你缺乏B12 我觉得你缺这缺路 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 第二就是人家没有问过你 你这样去说 你是不是很无礼貌呢 这个人 你没有家教的 所以我就一直都不出声 直到他一天问我之后 我就一卵嘴地回答他 如果大家想看回这个经验的分享的话 接下来会有条片子 之前做过一次直播的了 因为素食人类能不能够顺素食 我可以很肯定答案 其实是不能够的 因为为什么呢 有很多样东西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合适的 素食就不是了 你看斗里面的蛋白质是有的 但它不是20种齐齐 所以它就要配合其他东西 那你就会变成有点多有点少这样 但是我们要把它重新剪过之后 再给大家看回 就是有这样一件事 后来他发了一个讯息给我 就是终于听我说完一轮之后 我很简单 我的建议就是你吃肉吧 吃肉和吃肉的内藏 然后他隔了几个月之后 他回覆我 他说我吃药椒真的好了很多 都说的了 除了吃齋 还有觉得吃肉是负私 吃肉是不健康 吃肉是不神性的人之外 就是超过60岁的人 都容易会不够维他命B12 那么维他命B12 你不够都可以不够到不同的等级 那你就要去到很缺乏 缺乏到很大锁的 有很多人其实都是不够的 那是多到怎样 其实是非常非常普及的 如果是怀孕 或者是胃乳 都有机会不够 还有有一些身体的健康症状 是会令到你有机会不够B12 例如糖尿病 例如你吃一些糖尿病的药 Metformin等等 这些都会令到你的身体 不够B12 但是除了这些原因之外 还有其他原因 就是吃不够当夜 第一 第二 腸胃炎也是的 其实你根本是吃得够的 但是你的腸不帮你吸收 因为其实B12落到你的胃的时候 它是需要炎酸去帮它拆开的 但是当你如果有肠胃炎的话 这个都会影响吸收的 另外有一种就叫恶性贫血 恶性贫血 就是因为你的身体没有办法 胃没有办法 制造一种叫做内因子 不够内因子 就没有办法令到身体去拆开吸收B12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症状 那就不幸 那就会有机会影响到的 另外还有经常喝酒 都是会令到你不够B12 还有还有做过宿胃手术的 做过任何腸胃的手术 都有机会不够的 所以就要留意一些症状 那你是不是也有很多个中了呢 如果是的话 那就真的可以去查一下 那怎么查呢 其实基本上都是炎血的 不用太害怕 它就会抽 那我就会看一下 如果你是不够的话 就是你在每毫升里面 是不够150 这样就真的不够了 这个时候 医生通常就会开B12给你吃 但是我想提一提 其实营养学不是一个 很属于医生的范售 所以这些我们有需要自己 学多一点 自己了解多一点 还有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 有怀疑的时候 可以找一些高能医学的医生 或者是营养师 都可以找我的 上次有人问 B12你建议什么牌子 其实因为我想说 不是我不想建议牌子 因为我离开了香港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不是很知道 香港现在有什么牌子在买 第一 第二就是大型的 燃养补充剂网站 那些iMUT 其实里面绝大部分 都不是很符合我的要求 因为它除了不是那种形态之外 就会加了很多东西 我们叫做Binders Fillers 就是加了很多填充剂 因为一个胶囊里面 它放了少少B12 但是胶囊很大 它没有里面浪 它就会加了很多其他东西 其实那些是我们身体不需要的 另外就是防潮剂 就加了到胶囊里面 让它不要变色 瘋子 那些也是我们身体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我的要求比较高 我就有自己在英国 欧洲这边采购 如果你是觉得我有需要的话 而我真的买不到 那你可以联络我 但是如果你自己买到的话 其实你听回我的影片 教我的主意事项 给点心机事件 其实都应该买到的 但如果你发觉自己 其实有几个症状 有机会 不是单纯我补充B12就可以 我都有一串东西的了 那我都想找你 可不可以跟我谈一下 看看我的身体 会需要补充些什么的话 那我们可以这样安排的 我有做个人化的健康管理 的咨询服务 那我会需要你有7-10日的生活记录 那我会寄一些方案给你 那你到时帮我照填 填完之后 那我会跟你约做一个Zoom 然后就根据你所写的情况 你的饮食 给你建议 那我建议会覆盖 比如饮食上面的调整 也会覆盖 就是有什么补充剂 是适合你的 要怎样留意 那这个是纯粹一个咨询 也都不会强迫你 要跟我买补充剂 当然如果你真的买不到 需要我在这边 欧洲里面帮你采购 寄回去给你 也都可以 但是那样东西 就是你可以不需要 是没问题的 不需要这方面的压力 希望这些影片可以帮到你们 如果今天所说的资讯 你觉得有用的话 希望你可以给个like 给我们share给朋友 如果未like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的话 记得立刻这样做 兼按小钟仔 有什么想听的 即管留言给我 我有求必应的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